這個Q&A的時間就開始了 我都很緊張 我要抽獎一樣 我們看看有什麼問題可以去發問 我們預計希望可以是答到六條問題 我們看看時間是否決定 好 第一條的問題 問阿Joe的 問阿Joe的 是的 問題就是 投資在成熟的市場 是否給新興的市場增加 好 先不信債 首先 我剛才說的 記住 剛才我說的是比較防守性高依的債券 沒有轉頭可能 半年之後 在街上如果碰到我的話 你說喜歡新興市場多些 買了很多新興市場債券 但是輸錢 對不對 不是的 我們不是看我剛才說的是喜歡債券 不是新興市場的股票 不是新興市場的股票 剛才我們覺得 新興市場的基本面 整體上來比較好 另至於我們說新興市場的債券方面 是否應該成熟市場 比新興市場好呢 那就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買債券的時候 就是你借錢給那個公司或者國家 是不是 你借錢給他們的時候 當然你會希望收到什麼 收到利息 我們說成熟市場 美國很聰明 昨晚的U10年期 5.7厘 開開心嗎 不要說 香港通脹都不止 第一 我們覺得知識率不合人 第二 借錢給人 那你說成熟市場好像 感覺上好些 那又要問另一個問題 如果今時今日 要你借錢 你會選擇借錢給韓國 還是想借錢給你 韓國 是不是看了來自先生的理 那很有趣 是對的 很多朋友都說這個時候 假設你買債券 就是借錢給他 如果有錢 借錢給他 想借錢 比韓國 多於意大利 但是我們說 韓國現在是什麼 還是新興市場 意大利呢 成熟市場 不僅 你會看到 知識率 是息率不吸引 還要大家都知道 韓國其實都不錯 但現在還是新興市場 所以我們覺得 新興市場 現在債券的機會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不要忘記 待會我說 新興市場很好 就去大手 進行一些 新興市場股票 我今天的主題 主要是 防守性高一點的 債券 謝謝大家 好 多謝阿周記解答 好 第二條問題 由黃小姐提出 她問了兩個問題 首先就是 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 可否應對中美爭霸 或者貿易戰呢 另外英國硬斷歐 對歐羅的升跌的影響 是否大不大呢 我相信這條問題 應該是問Peter 好 請Peter 請Peter 一帶一路 其實是用來洗錢的 因為你想想 你去結交的朋友 其實每個人都很窮 你想想 剛才我說的 如果中國去賣的貨品 原本過去40年賣給美國 美國的市場多麼大 如果美國今天說 不和他買 你要多少個非洲的國家 才可以買到一個 基本上所有非洲國家 亂合賣 它的購買力 都不夠美國的一個州 所以那個基本上是花錢的 反而反過來 如果中國說 我洗少一點錢 看一帶一路 這個應該是 反而對整個投資市場 是一個應該是喜順 如果繼續洗的時候 我有點擔心 至於你說脫歐 那個問題就是 你的信念是甚麼 如果你的信念 真的覺得脫歐 是令到英國是一個陰謀 而它最後會成功的 那你當然是把你的資產 買到英鎊的資產 因為那個陰謀論就是這樣 美國就希望透過英國的脫歐 去瓦解歐盟 然後瓦解歐元 因為歐元才是最大的一個威脅 如果你覺得英國會成功 那當然你買到英國的資產 但如果反過來 你覺得不是的 因為歐盟是有意願去點死英國 因為如果英國死了的話 那意大利、希臘那些 都不會再趕決歐 是吧 那如果你的信念是這樣的 當然你去買歐盧 或者是歐洲的資產 那我想那個博業就是這樣 好 謝謝Peter 好 第三條的體問 那梓明要問Darick 是的 那他說 黃先生就問 今年出口股怎麼看 還有特別就是 用Number 144招商局 我們有請Darick 首先必須要講一講 144我就沒有言過過的 因為如果不認識就不可以亂說 那大家都純粹講出口股 剛剛都講了很多中美 或者先生都提到 一個可能比較中長期的鬥爭 可能都會持續 如果你認為這個東西是會繼續的話 中國必須找另一個買家 他能否找到買家的過程 我認為肯定沒有之前那麼樂觀 或者之前那麼容易 在這個角度 出口股應該是沒有過去那麼好 股值有可能會影響 所以我會說是入口股 而不是出口股 謝謝David 接下來下一條問題 這條問題都幾闊的 張小姐提問 今年投資在市場上面 主要的風險有什麼 我想真的要施生重量級去解答 才可以答得到 其實剛才都講過一下 因為東美關係的逆主 對整個市場都是有利誕的因素 如果它那個博弈一定會傷害到整體的經濟 因為現在世界經濟的動力 有差不多30%是沿著中國的高速分獎 如果中國不高速分獎 很多其他國家的生意都會受影響 例如台灣那些電子產品 是賣給中國那些廠的電源使用 很多鄰近國家都會受影響 所以不利因素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只是因為它的變化 究竟是對實際的股價 債券市場產生什麼影響 那個變數是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說投資者這段時間 其實是適不保守 就好過進攻的人 就是我會傾向你可能是超過一半 所有是一些防守性的產品 三四成左右去進攻 希望有好一點的表現 就不要全力進攻 謝謝師傅的分享 再下一條問題 也是要請Peter去解答的 黃小姐提出 Tesla最近在上海設廠 是不是政治不正確呢? 對它的股價有沒有一些負面的影響呢? 美國的公司其實和我們 不要以為它是CEO 賺很多錢 它一定和我們普通人很不同 大家都是一吃開那條水 其實就不准變 老實說 剛才我說中美離婚 離婚最慘就是那些小孩 對不對? 我們就是那些小孩 無論如何都不想他們離婚 所以某一些CEO都會是這樣做 他們甚至乎是 當然是一股力量 就是叫特朗普不要打貿易戰 其中一個代表就是美國的財長 所以所謂的甲牌就是這類人 當然有些企業就是會繼續去 不管了 他們照做生意 特別在Tesla的例子就是 因為現在Tesla的問題是 它有很多訂單 但是它做不切 而且成本都很低 所以成本很高 在美國 它被迫是真的一定要去美國 去中國去磁廠 當然特朗普會不喜歡 但是始終美國不是一個 與中國的這樣一個 不是說總統或者國家主席拍檯 它就會聽 但是我想對於好像說 剛才施生都說了一件事 大家留意 就是 美股為什麼會去到第二 雖然美國好像贏 就是第一回合打貿易戰 雖然贏 但是為什麼美股都跌這麼多 在九月開始 就是因為它很多的盈利 譬如蘋果 有兩成是在中國 而且不是 蘋果就不是 例如Nike這些公司 它不僅有一個很大的 proportion的收入在中國 而且在那個 proportion之中 是增長最快的 那時候我聽過一個說法 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 在中國的增長 一年在跨國公司裡面的增長 是等於整個印尼的市場 即是一年造大一個印尼的市場 你想想 只是在中國吃開這條水的人 是不想有這樣的改變 但是很可惜 因為你打貿戰一定是有這些 所以美國是會 所以美股會跌 中國股股會跌 但是為什麼 我想後來我講 其實市場反而會很Choppy 理由就是因為 當股市第一跌的時候 中美馬上就 兩隻老虎打架 第一就是休息 另外一個就是 央行開始 大家也會做的 聯儲局開始不說 好不然不加那麼多息 另外人民銀行當然又放水 所以市場 去到兩隻老虎打得很傷的時候 然後又會彈 接著之後 兩隻老虎打完 然後又再打過 那麼市場又差 所以我講 不是說沒有機會 今年其實有機會 但是很老實講 那種上上落落那種 是真的要比較專業的人去做 如果省地 當然你一直往直好 好感覺得沒問題 否則的時候 我想左一巴右一巴的機會會大 好 多謝Peter 那也是最後一條問題 那這條問題就是 是毛先生去提出的 那我問了Joe 是的 那他就說 散戶怎樣參與到 新市場貨幣的投資呢 那應該是 你的牌籌啊Joe 怎樣參與呢 可能 我想我的認知呢 就是說怎樣可以去認購 或者去了解更多 那我相信呢 應該要問回中原金融的同事呢 會比較方便一些 那 at least 你也會知道 我們現在的view呢 如果 2019年 拿著一些短存續期的 新興市場 當地貨幣的債券呢 應該可以收到一個不錯的息 也都可能有機會 受惠於 美國 相對於 美元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新興市場 上升那個 Capture到的息子 那 詳情來講呢 那我就覺得呢 應該交回中原金融的同事 來解答比較好 那不如我講一句 我來中原金融的 如果你是純粹是新興市場貨幣呢 你自己買都買到 但是很難 你把俄羅斯的很難 一般來說呢 新興市場貨幣 和發達國家貨幣有些不同 發達國家貨幣呢 貨幣的幣值 和股市很多時候都是相反的 就是它貶值股市是升的 日本是這樣 美國也是這樣 但是新興市場貨幣就不同 就是如果新興市場貨幣是升的話呢 它股市通常都是升的 我想因為其實兩者風險 可能都是很相近 是和經濟是直接有關的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想參與 你看升啊 物體跌啊 即沽空是另一件事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買 單一新興市場的股票基金 不過當然啦 風險是很高的 譬如俄羅斯 或者之前有過巴西 可以一年裏面 是四、五十%的升跌幅都可以的 所以簡單 譬如總結一下 你是防守性的 你是看好的 可能你的數核裡面有兩三成 不是類似的基金 那都可以做到你的效果 不過都是一句話 要注意風險的 好 謝謝兩位解答的 那師兄有沒有補充 好嗎 好啦 那多謝四位 為我們奉上了一個很精彩的 想辦法或者一個forum 那 好 在這個時候 都是衷心再多謝大家 今天呢 是秋空出席我們的研討會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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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